我是一个白州起家的人 咱们的公司明年就要扩大经营 需要很大的资金链 作为一个公司 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资金链 肯定是运作不下去的 我还跟他说 咱们将要借多少钱 来去把公司扩大 他说我知道 那不是明年的事吗 跟今天有啥关系 他说你过完今天不过明年了 他说咱俩去看2012吧 我说你有病吧 他说我有药 你说气不气人 我哭的心都有 第二个问题其实又浮现出来了 就是花钱花的太猛了 对吧 他不理解我 他真的不理解我 我那是自小离异的一个人 我父母呢 在我八岁的时候离异了 我跟那一个奶奶 十岁的时候 我呢就开始卖包子为生 然后呢 我成熟的也比较早 精力的也比较多 您也许会怀疑我 二十多岁会有一些事业 什么什么 因为我经历太多了 我干过保险 做过汽车售后 等等等等 我跟他讲过 我说我是穷怕了 来到北京 一个朋友 一个亲人都没有 两眼摸黑 下了北京站 2006年7月15号 3点45分 明记的这一刻 下的北京东站 四点都看着生活起 我立志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一片天 我跟他讲过 我说你可怜可怜 我行不行 我挣钱真的不容易 跟我生活的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家族 我有我的前妻 我有我的孩子 我有我下面所有的员工 一百多人跟着我生活 跟着我吃饭 我倒了 他们都得倒 你以为找个工作容易吗 上辈子我欠你的呀 可是这习惯也是你养的 我真的累了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 真的扛不住了 我真的心里焦瘁 理解吗 刚才那段话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我 哎呀我天天就知道 花你的钱 我之前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是自己养活 我自己自己挣钱自己花 我也能买得起一个名牌包 你们过往我不深究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姑娘现在 她已经说了 她创业非常不容易 那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 花钱不要花得那么冲了 可以啊 过点唱我看 你都没给我机会 你就说我做不到 她根本就没有理解到 我内心当中的感受 我那是一个单亲家庭的人 现在呢 我呢又跟老婆离婚了 亲戚 偶尔会想想孩子 我想去看看孩子 他不让你看 我一去看孩子 我都不敢告诉他 因为有一回我告诉他 跟我吵了三天 打电话不接告 你还想着你前妻是不是 我说我跟他已经完事了 离婚了 你干啥呀 他告诉我 我告诉你 因为有孩子牵扯 你跟你前妻 这一辈子都完事不了 我以后再看孩子 我都不敢告诉他 我把我给我儿子买的小孩衣服 衣服藏到我公司 办公桌底下 有一天他去我办公室了 我说让他待会儿 我那开个会 紧接着看小孩衣服 大发雷霆 扭头就走 那他是藏起来 你放在桌上 你放在桌子上 没准我就不发提气了 我特别好奇啊 如果他一定分手 你分还是不分 不分 除非他不在乎 不喜欢我 那我不会死缠缠打 如果说他不在乎 那你来干嘛 是我求你了 如果你铁了心就要分手 我就不跟你好了 我先告诉你 我真的不在乎 我不想跟你好了 就想跟你说拜拜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他铁了心 你就走吗姑娘 不你这人 怎么就不记得 咱们俩好的时候了 来 回答我的问题 知道这个男人 是从那样一段 婚姻当中走出来 你怎么能也变成 他前妻那个样子 来折腾他 我不是他前妻 我说了好多遍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 他对他前妻有阴影 他就把他前妻对他前妻的眼 灌输到我身上来 那我问你 我这样问你 你跟他相处这么些日子以来 你给他带来了什么 你为他做了什么 你除了拿钱 你为他做了什么 你是在他伤痛的时候安慰他 还是他在公司失败的时候 给他一定业务的知识 还是在家里做了饭 洗了衣 带了癌子 你做了什么 我给他买衣服 我给他买消息 谁的钱